琳琅滿目的即時食品 因現代人忙碌 無法自行準備餐點的需求 也滿足外市豬便利使用 但食品的衛生安全嗎 台北市衛生局執行機查專案 針對20家有販售即時食品的業者 抽驗衛生規範與食品標準 出查就有15家業者有衛生缺食 111年下半年 即時食品衛生機查的結果 陳若我們剛剛主持人在說 我們目前現代人非常忙碌 外市豬群也出面增加 所以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為了維護消費者使用 即時食品的衛生安全 我們在今年下半年 有執行即時食品的衛生機查專案 我們針對一般的餐飲業 傳統市場的店面 超級市場等等 製作、販售即時食品的業者 總共進行了20家的 食品衛生相關機查 經過了複查之後 都符合規定 另外其中有一家的業者 沒有依規定來投保 我們的產品責任險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我們也後續的採取了 現代第三萬元的法環 詳細的機查清策 請大家參考附件清策 本次的機查專案 我們針對了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食品業者的登錄 以及食品標示查核 食品業者的產品責任險等等 四個面向來進行檢核 出查15家業者有衛生缺失 我們統計了前三項的缺失 為食品業者 從業人員沒有健康檢查證明 沒有廢棄物的清潤紀錄 沒有肉品的進貨來源 經限期改善之後 複查結果都符合規定 依照實案法第八條的規定 食品業者應該要遵守 食品人好衛生規範準則 如果違法規定已經限期改善 近期未改善者 我們可以依同法幣 44條第一項第一法規定 儲薪臺幣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罰還 台幣市政府會證據 針對上述製造販售的場所 我們同時進行了 牛肉豬肉的原料產地 以及基因改造食品 以及蟲煮肉食品的相關標示查核 檢查結果都符合相關的規定 此外我們也依同法 食案法第13條的規定 我們經營中央主管機關公報 類別及規模的食品業者 都應該要投保產品責任險 那規定投保的人 肯定同法第47條地 向第5款規定 儲薪臺幣3萬元以上 及300萬元以上的罰還 衛生局也提醒業者 與消費端需注意的買賣準則 那衛生局也代表呼籲 餐飲及食品發財業者 餐飲衛生要確實掌握 食案五樣的祕訣 那就是包括像 食品的業者 食品的標示要完整 餐飲業者要注意 餐飲的衛生要注意 食品的來源要清楚 那就是另外還有 就是從業人員要相關的體檢 那同時我們也會提醒 相關的消費者 我們在購買及時食品的時候 要注意飲食的均衡及 餐飲的衛生 那我們再次也呼籲 我們餐飲業及食品的販售業者 要做好自主的管理 製作販售場所要符合食品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操作的人員在考慮食品的前後 都要徹底洗淨雙手 那也要選用新鮮的食材 那另外呢 跟食品有直接接觸的用水 都要符合以用水的水質標準 另外呢 那身熟食的包具、砧板 都要分開使用 避免交叉的污染 並且要控制好販售量 不要大量的製作並投機販售 那衛生局也再次提醒 消費者在購買及時食品的時候 要選擇商慾良好 場所整潔衛生的店家 那所販售的食品也要注意 色澤跟氣味是否正常 購買之後要立即的食用完畢 那並提醒三餐在外的相當的消費者 那要以全骨的根莖類為主食 都是用蔬菜、水果 並且會建議 以排開水來代替含糖飲料 那封調的方式也建議 清蒸或是煮或是骨的方式來進行 相關的稽查結果 民眾都可以到台北市衛生局網站 查詢訊息 保障自我的食安健康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